欢迎来小小生之,我是喜耀 今天想要大家分享新闻,请看一下 在昨天呢,土团内部是发生了一些大新闻 虽然是没有进行这个党选 不过呢,土团权力核心里面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这支影片呢,我想和大家稍微聊聊一下 土团内部现在权力的这个分配 以及就是关系到党主席继承者的这个观念 在马来西亚各个政党,尤其是马来政党 到底进行的怎么样 首先我们要知道呢,在昨天有一个最大最大的数家 也就是元任的太子阿莫菲莎 这一号人物呢,就这样子呢 无声无息的,直接被贬到变成副主席 当变去了副主席呢,基本上也就代表说 阿莫菲莎从本来老木的,可能是个潜在的继承者呢 直接被剔除了,离这个权力核心的十万八千里之外 基本上呢,是不会有太多人再去讨论到这一号人物了 那原因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主要就是源于他自己 第一,没有为自己争取够多的这个曝光率 而且呢,在基层里面 也确实普遍都不看好他 甚至有一点瞧不起他 这一个事情呢,不管是土团的基层 还是伊斯兰党的基层,都是这样 举个例子,他当时候担任这个土团 申州的主席的时候 就同时被土团跟伊斯兰党的基层骂他 讲说他其实做事做不好 时常不见踪影 也就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他自己就被辞掉了相关的这一个职位 所以一直以来看 我们知道土团除了慕尤丁之外 接下来两个 比较呢,所谓奥斯伯根的 比较出来敢说话的 第一个就是寒沙 第二个就是这次呢 我觉得有点土鸡变凤凰的阿兹敏了 没错,接下来讲的这两号人物呢 其实就是这次 这一个变动当中的最大赢家 首先第一最大赢家 其实就是寒沙了 因为他从本来的这个总秘书呢 现在是直接升到了 接管阿莫菲莎太子的位置 梳理主席 也意味着呢,如果慕尤丁呢 真的有一天 有因为任何的原因退位之后呢 那寒沙他就是名正言顺 可以去接替慕尤丁的这个位置了 大家要知道呢 寒沙作为这个国会议员里面的 这个反对党的这个领袖 向来呢 就是一直非常高调的 会去抨击这个政府 带领着这一些反对党议员呢 去引起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个反对的这个行为 包括近期呢 因为土团的这些叛将 得不到这个议长的同意 让他悬空一席 也是由寒沙 他主动站出来 代表所有的土团呢 去炮轰这个议长 然后呢 带着所有人呢 一起集体离席的 所以呢 寒沙做到了这个分上 也确实是彰显了 他作为老二的这个资历 所以慕尤丁就把他拉上去 梳理主席 我相信老慕不管是愿意不愿意呢 这个位置都必须要留给他 不过 这里一个小心眼的地方就是呢 同一个时间 阿兹敏是从本来的最高理事 他本来什么都不是 只是最高理事哦 一跃 直接跃上了 这个总秘书的位置 这就是我讲的 土鸡变凤凰 那要怎么去诠释这一点呢 我们知道的是阿兹敏当前在这个土团里面的主要任务 就是他是雪州的这个土团的这个主席 当时候呢 当六州州权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是公认认为呢 如果真的有办法让这个国门赢下雪州政权的话 那阿兹敏很大可能就是直接坐上了这个雪州的州务大臣 虽然事后失败了 不过阿兹敏至少他在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州议席上 是以一百多张的这个多数票呢 显胜了这个公正党的这个候选人 所以至少他证明了自己有办法呢 拿到一个议席 而且以他过去 在这个公正党的这个执政的这个经验呢 普遍上大家都觉得 他是有能力呢 去问政 他是有能力呢 至少给出一些经济的看法 尤其是在国盟里面 对于这种论政或者是呢 谈论经济那么匮乏的一个政党里面 阿兹敏自然就成了比较稀有的这个资源了 不过呢 阿兹敏有什么样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够呢 直接把他拉到可能是韩萨的位置 主要就是 他本身是来自于公正党那边 然后他们是背叛了公正党去到土团这边 所以这里就发生了一些 我觉得蛮有趣的这一个权力上的这个角斗了 一方面呢 穆尤丁跟韩萨本来就是 从这个巫统这边叛变过来的 所以他们支持他们的这一些老党员 这些元老呢 其实都是这一个 非常忠心耿耿的这些巫统的人 不过 现在发生的状况就是 老穆跟这个韩萨 时常传来就是有不合的这个状况 很有可能是 韩萨自己本身呢 他可能是比较亲这个伊斯兰党 而老穆对于这一点其实不太赞同 所以 现在发生的就是 但凡如果这一些元老呢 是转将从支持穆尤丁 而便去支持韩萨的话 那穆尤丁本身其实 他就是危在旦夕了 所以 如果可以把阿兹敏 同时间拉上来 坐上了总秘书的这个位置 那就算是 当中有一些巫统的元老 改而支持韩萨的话 那至少他可以担保的是 阿兹敏这一些支持者呢 可以在这个时候呢 挺一挺这个老穆 我们也知道说呢 阿兹敏能够坐到上来 能够之所以受到那么大的弃重 也是因为穆尤丁在背后呢 力挺他这个位置 所以 一方面 把这个阿摩菲萨 感觉没有什么名声 没有什么威望的人拉下去 让韩萨坐到 这个 熟理主席 不过要防一防韩萨的同时 就把阿兹敏拉上来去 指红他 这一个这样子的权力结构呢 看似当前 就是三国鼎立 就是穆尤丁 韩萨 以及这个阿兹敏分别作用着 不同的这些支持者 巩固他们的这个位置 OK 好 那接下去跟他聊一个 比较严肃的课题 也就是呢 其实从这一次的 这一个 内部的这个测换人员之后呢 也可以确立了 土团内部的 这一个继承者的这个顺位 穆尤丁当前呢 是 77岁 没有错的话 那这一个韩萨呢 他本身是小 这个穆尤丁10岁的 阿兹敏更是 当今的众生代了 至少土团目前呢 是确认了 整个继承的 这一个名额的 我们知道 穆尤丁下台之后呢 至少有两个人 要不就是韩萨 要不就是阿兹敏 可以上任 然后我们去看到 这个伊斯兰党这一边呢 其实也是类似的状况 如果哈迪阿旺下台之后 大家脑海里面 一定有一号人物 也就是近期 伊斯兰党所推上来的 三苏利 他也顺利的 拿到了这个国会 议员的资格 所以呢 由他上任 感觉 伊斯兰党 已经是做了 相应的部署 不过 有一样事情 是比较让我担心的 也就是呢 如果你看回 执政党的一些 这个公正党 还是你看到巫统 请问安华下台国后 有没有人可以借提他的位置 拉菲兹吗 塞福丁吗 对不起 我觉得这两个人呢 我相信大家的脑海里呢 都是一个no no 就是感觉他们不能够担任 这个安华的这一个重任 或者像巫统里面 阿莫扎西推下去之后 有另一个人吗 OK 我觉得以这样子的方式去对比的话 国盟似乎在安排 这个继承者上面 这个继任者上面呢 是做了比较相应的安排 但是当前的 这一个执政党的一些主要政党 公正党 巫统都仍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而他接下去影响的就是 如果这一些选民 他本身呢 是对于现有的一些老面孔 已经开始觉得有一点厌倦 看不到希望的时候 至少有继承者 可以让他们寄托希望于下一届 那他们还会继续的 想要支持这个政党持续 有继承者也代表说 这一个政党是持续的 可以延续可能未来的 10到20年的 而不至于呢 只是可能当前强于一时而已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也应该要给予 公正党跟巫统 一个很大的警讯 也就是是时候安排呢 你们下一位的这个继承者了 可能你们不用在这 5年就还是10年交绑的 是至少要有一个 太子的这个权利 才能真正的安抚你们的继承 OK 所以这期见到那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